我希望接下来的话能去演一些和自己不太想的角色 对和自己反差更大一点的角色 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最剧本的最需要一件事情就是踏实 千万不要着急踏踏实实的 路实一步一步走下是一个游池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一次挺好玩的一次挑战 因为是和韩国团队和韩国的导演 韩国的石英老师包括韩国的化妆老师一起合作 我觉得这一次蛮好玩的一次经历 其实它不算是精索 这算是一个裹着爱情题材的旋律 上学之余的空间时间也没那么多 大部分还给了工作 所以说可能平时学习工作之余的话 也就是在宿舍和同学带着游戏 然后打篮球 然后有时候会和朋友一起约着吃点东西 其实我真的蛮想尝试一下刺激类的项目 可能我这个年纪的男孩比较寻求刺激 我觉得像跳伞啊蹦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还挺 我觉得还挺想试试的 我觉得那段经历是送给我特别好的程度 我觉得经历那次事情之后 包括我自己感觉 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也都告诉我 我觉得我身边成熟了 我觉得我比之前的想法 然后做事的事情和考虑的方式 成熟了很多 我觉得也算是经过那件事情 我觉得我成年了 我从一个男孩进阶里成为一个男人